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人家说的好 说他们选择了剩下男的他们 就是你不是被剩下的 你是要淘汰我们 你看他这个杂志里讲 27个月以前 圣女名列教育部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 这已经是个新汉语了 在圣女这个词的背后 其实是史上最大规模的一群 拥有自我意识独立人格和生活方式选择权的优秀女性 他们有事业和故事 有追求和要求 有技能和情趣 有圈子和朋友 只是没有结婚 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不拒绝婚姻 只是拒绝不完美的选择 他们也想找到真命天子 但或者是运气还没到 或者是未婚男人跟他们想的不一样 他们有的选择继续单身 有的被迫进入相亲和裂婚的市场 裂人呢 裂婚的市场 他们并不孤单 只是偶尔焦虑 社会对他们最小的帮助应该是宽容 男性对他们最大的赞美应该是真爱 毕竟他们的状态 既是自我选择 也是社会造就的结果 他们没有伤害谁 这是广美的宗旨吗 节目做完了 你已经全部讲完了 这段话是男的写的吧 对 我估计是他们总编冯英天写的 光美 你可以谈谈 你是偶尔焦虑吗 我经常焦虑 但是我焦虑的事情 并不是因为我是个圣女 而且圣女 到底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圣字 你为什么不能用神圣的那个圣字 神圣的圣字 那是另外的意思了 对 今天你们要讲这个话题 我就忽然想到文涛 前两天在上海跟我讲的那句话 女人永远赢不了 不是我讲的 还引用联合国女官员的 没错 某位联合国女官员那天跟我聊天 就聊到今天这个问题 这倒还真可以介绍一下 他就说 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话见仁见智 个人怎么听 他说我告诉你 他本人是女人 他说女人赢不了的 最终是赢不了的 不管你要强也好 漂亮也好 你不可一世也好 你野心膨胀也好 最终你赢不了的 我觉得这个话可以做多方面的理解 对 你这样子讲 我也在想 其实虽然我不赞成这个说法 但是某程度上 我必须接受 为什么 因为无论你是扮演什么角色 你是永远赢不了的 你 OK 如果 我所谓的圣女是什么 其实他们身上有各种不同的标签 他们唯一没有贴上的标签就是结婚 他们未婚 所以然后可能年纪比较大了 所以他们就当做一群剩下来的女人 叫圣女 在日本 你如果事业非常成功的女人没有结婚 叫什么 叫败犬 什么意思 失败的狗 失败的狗 我天哪 失败的母狗了 不能这么说了 这叫败 把人当狗来说 而且你是事业很成功 事业很成功 但你没有那个标签 结婚的标签 你叫败犬 那我们最理想状态 那女人是要干嘛 结婚生子 儿孙满堂在身边 那个时候你成了什么 你成了黄脸婆 你不管是结了婚也好 不结婚也好 永远不会有一个美好的词汇来形容你 所以某程度上你说的那句话是对的 女人永远赢不了的 所谓这些词汇都是男性的词汇 以前叫大龄青年 以前爱男女平等 不过我觉得那个词已经是侮辱性的 你知道到了一定的时间 大龄青年 大龄男女 然后团委 什么复联 这个中国特色 台湾大概没有 会组织一些活动 解决他们的私人问题 现在索性好了 大龄了以后就只剩下女 为什么不说胜男呢 为什么男的到了40岁 没有人叫胜男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概念本身有不正确 这个本身反映了他们在 至少是在中国这个社会 他有某种尴尬 因为你知道吗 他们这些很多女性 他素质很高 是吧 条件三高 自己条件好 收入好 什么都好 眼也高 其实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女性朋友 包括广美 我觉得占少数 就是我认为他们是强者 真强 就是说我不妥协 我要找到 我真正符合我标准的那个男人 不是来组建家庭 如果没有找到 我这个底线呢 我做好独身的准备 独身的生活也过得很充实 当然不排除有个情人啊 或者并不是说没有这个满足 那么这种女人 但是我认识的不占多数 我觉得这需要很强 你知道吗 他自己能够不寂寞 你女人最容易觉得是寂寞啊 孤单啊 一个人啊 没人陪啊 你知道吗 就是这 我有一个男性的朋友 还跟我说呢 说这个女人很难搞啊 他也 他这么说 他说我现在最后彻底明白了 女人这个物种 但是有点歧视不女了 对吧 但是他的感受是 这女人好难搞 女人真的是很难搞 他就甚至就说 如果我自己把自己淹了就完了 就是 就甚至就说这个男的 淹了也不行啊 你这个很多事情还做不了 他说他要是不需要女人 其实就乐得个清静 这个男人的矛盾是 他又需要女人 可这个女人好难搞 就是他难搞什么 他说不管是什么样的 到最后一律现原刑 就是个结婚生孩子 就是离不了这个 你比如说他给你好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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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不对你不满意 不满意他把你蹬了 对吗 他要对你满意呢 接下来这个暗示明示 有意无意 这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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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男女之间 会不会是你朋友想太多了呢 我身边很多很多女孩 年纪都还不是太大 就是那种二十末的三十出的 他们其实都已经报定了 我根本就没打算 不是以结婚作为最高宗旨 所以会不会是你朋友 在跟人家交往当中 自己想太多了 只要人家稍微越雷迟一步 他就觉得说 他是不是想跟我结婚呢 不是 这个女孩子 你想啊 很多中国的女孩子 他觉得爱上这个男人了 觉得这个男人好 符合他的要求 那么这俩人呢 就处在一种婚前状态 要不然怎么着 就同居吗 就一直同居吗 同居到三十了呢 那即便人女的不说 你这男的不觉得有点问题吗 实际这女的 包括这个女的 即便自己都没问题 他还有个爹娘呢 你知道吗 他周围姐妹 他周围呢 他跟你说 说你们俩老住一块 就算怎么回事啊 对吧 他是不是跟你说 我今天又去做伴娘了 没错 我的什么一个朋友 嫁给新西兰一总裁了 谁是谁给他买一路虎了 我 我很同情婚女 他们被洗脑了 被一种单一的生活选择 这个给洗了脑 我很同情他们 就是说 但是也没有办法 因为不能怪他们 这个社会文化就是这样 比方说 他们有人就讲 美国也是这样啊 就这种 你都能描述的出来 美国好莱坞电影里就在搞你这个 就就在搞这个 什么 哎呀 一个婚礼 你看我要一个 哎呦 白色的一个婚礼 哎呦 就这个一个一个梦 然后就是 一个这个三个孩子 一条狗啊 一个一个一个老婚啊 就是这种 把男性跪下来 呃 地上那个 Tiffany的戒指 看作是女的的一种胜利 那个那个通俗电影 一天到晚在在鼓吹这么一个模式 我相信这个对一般的中产白领的心理 都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不对 没错 你知道这是 像有一天我就跟一个拍电影的讲 我说这个电影啊 它影响社会文化呢 你为什么要形成这种模式 比如说啊 电影里边 电视剧里边 离婚的孩子是不幸的 可是为什么这样 奥巴马都是离婚的孩子 对为什么你不说说离婚的孩子 也可以过得很好 因为他现在占很多一个人数了 对吗 人类的生活方式的男女关系的选择 已经多种多样了 可是你还在贩卖那个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 就我觉得太俗气的一种梦吗 当然我很尊重啊 呃 你愿意选择这个生活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啊 这种强势压力 单一生活选择的强势压力 就比如说一个圣女吧 大家不应该叫圣女 这个圣女 这个圣女这个词也参与在这个压力里边 他受这个压力啊 比如说周围的邻居父母亲 所有的同事都在说 你怎么还不结婚呢 你怎么还不结婚呢 文涛你什么还不结婚 你都圣男了 我圣男可以啊 我圣男到八十 我还能找那个二十几岁的呢 所以 圣女话题 你们两人怎么这么激动啊 对 我也面临 我们一样大 我也面临 你怎么还不结婚呢 那我就 我只要有人问我 我就说 我求你给我三个 我需要结婚的理由 所有人都傻了 呃 你觉得你觉得可以结婚是一个应该要结婚的理由吗 但是广美我反过来倒觉得 这个社会啊 真的是要尊重每个人在这个婚姻关系方面的这种选择 人家爱结婚不爱结婚 或者人家爱同居爱怎么着 为什么应该予以尊敬 就从这点来说啊 你没有理由歧视别人 别人为了他们不结婚 已经每年多交了税了 你明白吗 真的 你结了婚的在香港就这样吗 你结了婚的 你可以有免税额的 包括你结了婚有了小孩 你都会有免税额的 是很多人为了他自己的独身的或者是另外的生活选择 已经给社会交钱了 你们还要干嘛呢 不感谢人家就还还还还敢歧视人家 你想什么呢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说这个问题啊 特别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 啊 老觉得你们攻击什么传统什么婚姻价值观这些 其实不是的 而是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选择是多种多样的 生物多样性 文化多元性 对吧 你愿意维护传统婚姻的 甚至有人说要要婚前什么守针子啊 您的个人选择 我们都尊重 只要你happy 你高兴 对吧 但是你没有理由觉得别人那样选择就不对 那么但是如果说社会上有大大量数量的女的他们希望一个正常的婚姻生活 如果说这个现象是存在的话 那说明其实现在世界上婚姻这个一夫一妻的婚姻对女性还是有利的 还是一种保障 那当然 因为他男人多变嘛 所以呢这个在你好的时候我给你签一下契约 对不对 你这个就不断在浮动吧 我啪这个时候我把它fix了 以后再怎么浮动都在这个范围里边了 而且我们共同有份 所以实际上婚姻制度是对女性有利的 为什么呢 你不觉得 我真的不觉得 就是说真的是看你 所以才这样就不算 咱就不说别的吧 你要是找一个有钱人 结了婚就能分财产 对吗 要是将来离了婚就能分财产了 这算利吗 OK 那我这样讲吧 你那你这个事已经做好了 你结婚的目的 是为了要分财产 你为了要分财产 而且你还有做了一个总结是要离婚 但是对我来讲 万一 我我觉得我要结婚的话 我是不愿意 我不是冲人家财产去 我也不想跟人离婚的情况之下 但是万一我结了婚之后 之前我跟一个所谓的上三流社会的人聊天 他跟我说一个成功的男人 身边需要五种不同的女人 什么 老婆 OK 这个出的厅房入的厨房的老婆很重要 第二个女朋友 再来情妇 红颜知己 还有个什么东西我忘了 他身边需要五类各种不同的女人 那我如果说我我我结了婚了 我一个人没有办法扮演这五个 在我老公面前 我没有办法扮演 太忙了 没有办法扮演五个角色 刚解了微信又上床 但是在你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愿不愿意你老公在外面有红颜知己 有情妇 有女朋友 还有一夜情 想起来了 还有一个一夜情 就是说 我有没有办法能接受这样的情况 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真的接受不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觉得婚姻对我会是一个保障 对我是有好处的吗 就冲着人家说 可能你离婚的时候可以分一点 但因为你讲的这个五种女人的情况 那不是婚姻的常例 不是他应该有的 但是婚姻照理说应该是 两个人不在那里宣誓吗 不管生病不生病啊 不管怎么样 咱们都一对一啊 对对 冲的是这个呀 但那个你讲的那个东西是神话 所以我相信所有的男人都会 就是你不相信了 你相信吗 薛老师 应该相信吧 不是这个玩意儿啊 就是这个这个各走各路 各找各妈 我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是 就是说有人相信 OK 祝福你去找吧 对吧 你就这么过嘛 可是呢 一定要明白这个人类的这个男女关系 婚姻关系一直在变化当中 他随着这个时代啊 都在和受了很复杂的原因影响 我觉得现在就应该尊重每个人的自由选择 上次联合国的女官员啊 我就说 她是个很有成就的 大概是五十岁左右 我我就觉得他讲的挺有意思 他说呢 他说你有没有想到中国的人 他批评中国男人 他中国男人呢 不大能够欣赏成熟女性的魅力 你看中国男人往往喜欢找幼稚 找个小的 找这个什么的 他说中国 他说这个 你比如说 照他的观点 他也挺女性主义的 他说 你们男人都错了 女人到四十几岁的时候 是性欲最强的 这个有科学研究现在证明了 实际上女人之所以觉得没有那么强啊 受很多文化的原因把它锁住了 真正他就说 在西方的这个研究 四十岁的女人 男人的这个性方面的需求 跟女人没法比的 女人要一旦解放了 当年孔夫子 为什么不让女人出门 是很有远见的 因为什么呢 男人出去乱搞啊 你是有限的 你知道吗 你有限 你能怎么着 你一天二十回 你最多日播 你最多日播 这要是个女人 你知道吗 她要是出去 我们可以不断的滚动播出 就是就是 你知道吗 所以最历来的这个文化 宗教倾向于限制妇女 就是因为女人本来也一旦放开 她是无限的 所以这位女官员就说呀 说其实 四十岁的女人就该找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因为四十岁的女人也最强 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也就知道个干 他们一拍即合 中国目前的情况就是你那天讲的那个 男的从二十到六十都在看女的的二十这一段 对不对 所以造成了这个很大的不平衡 西方人就想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女的经济独立 经济独立以后就会减少依存 不大会倾斜度太大 第二个就是扩大女的的这个性活跃期 就是你看最近的电影 Sex and City 里边那个最性感的女的 偷看男的旁边洗澡的那个五十岁 我们的电影就不会这么拍嘛 我们不会去找一个五十岁的女的在那里很发豪啊 广东话 在那里很兴誉旺盛 可是人家就这么拍 妈妈咪 原来的那个那个故事里边的母亲这个角色三十七岁 她女儿十七岁结婚嘛 对不对 她小时候三个男朋友来了嘛 可是那个那个 Mary Spear跑出来演 Mary Spear一来五十来岁 搞得三个女的都是五十来岁 我是中国观念 我这是应该批判 我一看 她一直Mary Spear演啊 我说不行不行 Mary Spear太老了 她演这个角色不好 结果没想到这个片子热销 大麦 就是说世界上很多人 人家对于五十来岁的女的这么性感 对性这么奔放 有很好的接受 我觉得这样你这个图形就会改变 就不是老处在一个 就是真是就是男的 活跃几十年 女的只有活一二十年 一个有这么一个不均衡 才造成了现在很多的 你知道为什么就说 这个中国的这个夫妻之道啊 就是比如说黄脸国的现象 是怎么造成的 就好比他就讲了 两人一结婚过到一起 为什么说结婚就往往是成恋爱的坟墓了 那中国的模式往往是一结婚 就很快就混成老夫老妻了 对吧 他整天他也说女人也有问题 他结了婚整天蓬头垢面 是吧 上个厕所的家里也开这个门 双方都已经闹成那样 他说性总是需要一些 一些神秘感的 你知道吗 但中国这个老夫老妻啊 弄得最后就是真是 好像左手摸右手 所以很快你就黄脸婆 黄脸婆然后模式就是什么 男人到外面去找新鲜的刺激 那么女人呢 女人他受着孩子 他受着孩子 保卫家园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个观察 人一人烧饼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个观察 讲得很锐利 就是说呀 好多中国妇女 你发现他表现出什么啊 老公在外边找吧 他把衣批全部献给孩子 或者是呢 特别的爱唠叨 特别的爱唠叨 在他看来这其实是一种性能量的转嫁 你明白吗 这是女人 他把他被压抑的这个能量啊 哎 全到孩子上 全投资在孩子上 或者呢 就是这个嘴呀 就扁得特别的碎 爱唠叨 爱埋怨 你知道吗 都是一个能量 可能是中国 那个出口 没有 他在这个出口 台湾不大会这样吧 台湾也这样 台湾我觉得也是传统型的 对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传统 我们中国人啊 中华民族对于母亲这个很神圣的身份 很神话 我有一些男性的朋友 老婆生了孩子之后 他没法再刑房了 因为他的妻子有了母亲的身份之后 他就办不到了 他就办不到了 他把角色分得很开 所以我就讲 母亲跟情人这个分得很开 我就觉得应该用科学的态度 至少是人类学的态度去观察 我们现在的男女关系出现的这个问题 这是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复杂的问题 你知道吗 为什么不能简单的去说道德 我身边很多三十几四十岁的男的 我就私下里讲啊 就是说 什么私下里讲 他们就讲这个问题 我说很很很实在的问题 对老婆没有性欲了 甚至于 就是不行了 那么这个你能说他缺德 你能说他不尊重 他不忠于爱情 他说跟老婆感情很好 但是就床上不行了 那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 所以他要出去找那另外那四个 女朋友 情妇 一夜情 跟童言之己 文革当中有个阿尔巴尼亚电影 当时的一句话引起全国轰动 你不知道 有一个女的吧 做头发 人家就问他了 你为什么整天打扮那么漂亮 那女的会说 为了让我丈夫更爱我 当时的中国人不理解这句话 结了婚了 老婆还要叫丈夫更爱你 还去各意打扮 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那个时代 那是个不守护道的人 大家觉得这很奇怪 你已经 中国人已经结了婚了 还爱不爱 还什么爱不爱 你这个结婚都结了 你还要特别打扮 让你老公更爱你 这个阿尔巴尼亚电影的这句台词 对当时毛于文化大革命的 中国的广大男女 中年男女 一大震动 现在呢 打扮也没用 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啊 也没用 墙墙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有个作曲家叫 Angel Roy Weber 做了很多嘛 猫啊 什么那个 最近生癌了 最生癌 他要新出的一图歌剧里边 有一个主题歌 叫 My Heart Slow to Learn 我的心学得很慢 里边有一句歌词 就是说 无所谓输 无所谓赢 就你刚才讲输赢 他对爱情的总结就是说 达到最后就是无所谓输 无所谓赢 因为是没有赢家的 对 没有 所以所以你讲 女的从来不赢 从来不赢 男的也未见得就赢 我男的就更不用甭 甭提了 就是 其实我是 男的更是败权 对 败权了 男的更是败家 丧家之权 我是女尊男卑的 对吧 男的就提不起来 就不要提了 我是说女人 尊重女人 但是我同时也有一个偏见 就我真是一种人生的感慨 我觉得女人啊 天生跟痛苦相连 这个东西啊 赢不了的 这这这 我真是感觉到啊 该怎么说呢 就是就是说 很多女人我就替她想啊 因为我一会半夜里琢磨广美 我就替她发愁 对 她就老觉得我一定是不会幸福的 怎么办呢 就是 肯定找不到男朋友 肯定找到男朋友也不会幸福 就算幸福也时间不会太长 就是 首先是男人非常失败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呢 女人也赢不了 所以我们的主题是 圣女vs败权 圣女对败权 因为基本的生物的东西 你还是不能不承认 就是到最后就发现 找了两头嘛 女人越条件越高 越想找更高的 可更高的男的 有条件找更小的女的 你明白吗 最后社会上 对 还有个方法 就女人如果也能像男的一样 眼睛不及往上 接下来我离播出 走向2010 我刚才讲40多岁 我公司也没见过 你也没见过 我公司很高的 我公司很高的 我公司很高的